大陆冷气团带来丰沛的水气 让全台湾今天湿湿冷冷 而且玉山从早上9点15分开始降雪 到了中午积雪厚度达到了22公分 是三年来最多的一次 这波寒冷的天气预计会持续到明天 清晨中部以北有可能会下探到10度 而周日的时候就会回暖 有机会可以看到太阳 不过呢一直到了19号 礼拜三又会有另外一波的冷气团南下 气温也会再度骤降 不过要提醒您注意的是 通常长期湿冷过后突然一下回温或是吹南风 家里面的墙背会开始出现凝结的小水滴 也就是习俗中说的反潮 要提醒您这两天千万别忘了开除湿机 空气潮湿除了让人难受 连家里的衣服包包都会遭殃 怎么办家世达人有小撇破 不让衣服发霉 除了衣柜保持通风 还可以卷抱纸放进衣柜吸收湿气 高单价的包包更是从里到外都要保护 放一点平常不要穿的T恤干燥的 把它放到我们的包包里面去 把包包撑起来 一方面里面可以吸收潮气 一方面包包也比较不会变形 一举两得 不过每三个礼拜就要记得换一次旧衣服 另外还可以用冷风吹干包包的小夹层 至于最容易踩到水的鞋子 用小苏打粉或者是洗衣粉就可以吸收潮气 那如果吸收到潮气的时候 它会结块很容易看得出来 那结块以后就吸收潮气的效果就不好 就要更换 可是呢这个结块的这一些粉末呢 也不要丢掉哦 拿来洗衣服啦洗袜子啦 效果还是一样好 等于不用多花钱 而最容易长霉点的厨房 浴室只要用纸巾沾上漂白水 放置一整夜就可以消除发霉 另外洗完澡记得用电风扇吹干浴室 就不容易滋生美菌